交配时间最长的动物 需要足足21天 藏羚羊繁衍为何如此奇葩 藏羚羊这种动物相信大家都经常听说 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亲眼见到它们 其实这是因为藏羚羊大多生活在海拔比较高的无人区 很难与人们的生活环境相重叠 也正是因为这样 藏羚羊身上还有许多令人十分不解的行为 例如它们的交配时间特别长 甚至长达20多天 既然如此 那么藏羚羊为何会需要如此长的时间进行交配呢 其实藏羚羊之所以会将自己的发情时间延长这么久 是为了更好地将后代繁衍下去 所以到了每年的12月份 藏羚羊就正式进入了它们的发情期 不过藏羚羊与其他动物相同的是 为了获得异性的青睐 雄性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才能够获得交配的权利 因此打斗就成为了它们不可避免的事情 对于其他物种来说 成功赢得配偶的芳心之后 它们便会迫不及待地开始交配环节 但藏羚羊却不是这样的 当它们与配偶确认了关系 会开始长达一周的分居生活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 雌性和雄性会避免见面 等到这个周期过去 它们才能够正式开始繁衍后代 值得一提的是 那些成年的雄性藏羚羊 只有拥有者强大的实力 才能够成功获得交配的权利 甚至可以在发情期内与多只异性交配 而那些在战斗中的惨败的个体 就只能等待下一次发情期的到来 交配时间最长的动物 需要足足21天 藏羚羊繁衍为何如此奇葩 看到这里相信有很多人都会产生疑问 为什么藏羚羊能够连续21天进行交配 这种高强度的运动 对于任何一个物种来说 都是十分困难的 那么藏羚羊又是如何做到的吗 其实在这21天的发情期内 藏羚羊并不是无时无刻都在交配的 而且恰恰相反的是 藏羚羊单次的交配时间非常短暂 大多只有几秒钟左右 所以对于它们来说 这21天的交配也并不算什么困难的事情 而延长发情的时间 也是为了弥补藏羚羊单次交配时长短暂的缺陷 这样一来才能够最大程度上 保证雌性藏羚羊能够成功受益 既然如此 那么它们为何不选择增加单次交配的时间 反而大费周章的延长发情期呢 事实上 这与藏羚羊的生活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高海拔地区 无论是氧气含量还是生活环境 都是十分糟糕的 就算是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动物 进行长时间的激烈运动后 也非常容易出现缺氧等情况 所以藏羚羊在交配的同时 则需要保证自己自己配偶的安全 这样才能够顺利地将后代繁衍下去 因此雄性藏羚羊就不得不将自己的交配时间 控制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 这也是它们在不断地进化过程中 找到的最适合它们生活的规律 交配时间最长的动物 需要足足21天 藏羚羊繁衍为何如此奇葩 藏羚羊在完成了21天的交配任务后 就会经历长达七八个月的运期 对于其他动物来说 怀孕的时候都是十分脆弱的 恨不得好好地休养生息 但藏羚羊却不这么认为 它们甚至还会趁这段时间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知道 藏羚羊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它们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幼崽 在一个优越的环境下出生 就必须趁孕期完成迁徙 一般来说 地理环境优越的可可稀里 便是它们最好的选择 并且在藏羚羊原本的生活环境中 空气十分稀薄 并不适合刚出生的幼崽生活 而可可稀里资源丰富 气候也比较适宜 幼崽也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 但是在藏羚羊迁徙的这段时间里 它们也常常会遇到不可预知的危险 例如天敌的袭击 或是同类对资源的争抢 这都会给藏羚羊自己幼崽带来危机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 恰恰尊重了自然界中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的原则 能够生存下来的个体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等到藏羚羊幼崽长到一定的年龄后 雌性便会带着它们 重新回到原本的生活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 在雌性的整个孕期中 雄性藏羚羊都是不会与它们见面的 所以为了能够保证 自己与幼崽的安全 雌性所面临的压力确实不小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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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